花蓮縣文化局邀請花東在地藝術家曾欣平舉辦 《南語役》2020曾欣平繪畫創作戰 曾欣平以水彩和水墨為創作媒材 畫出了東部獨特的人文地景 尤其他多年來專研的特殊水彩技法 更讓作品有令人驚艷的效果 透過鏡頭帶您一塊來欣賞 悠遊於花蓮台東兩地的畫家曾欣平 專長水彩和水墨 近年來他造訪了花東兩地各景點 用畫筆描繪了東部獨特的人文地景 這次應花蓮縣文化局邀請 在美術館舉辦了繪畫創作展 其中還有他專研獨創的水彩技法 相當令人驚嘆 我這次的就是用我們自己台灣 台灣這個自己製造的石頭紙 也就是說這個石頭紙的顏料就是花蓮的大理石 花蓮的大理石 然後經過他特色處理 然後這種紙呢 目前全世界大概就他們講的 就是說沒有人化水彩 這個沒有人化水彩原因就是說 這個紙很滑不容易上色 也很難留筆觸 所以說不太容易畫 然後我就經過不同的實驗 可以畫出很多作品出來 然後這些畫呢 他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說 他可擦可洗可揉 甚至可以修改 而且都不受任何影響 差別就是在於看起來好像很難的樣子 而且又很有特殊效果 尤其是在紋理的處理 那個紋理的處理呢 比那個 比那個什麼 比一般紙的話好了太多 而且那個計畫呢 也比那個所謂的 超級寫實還要超級 曾欣平的學畫過程是在傳統的水墨和水彩化教育當中成長 大學研究所時期的繪畫經歷造就了他多元的思維 還有各項繪畫的視覺經驗感受 曾欣平表示 台灣的水彩發展史 到現在有著濃厚的西方和日本模式 而藝術創作者如何在這些固定基礎下 能夠發揮個人的創意巧思 開啟藝術創作的新領域 則是他努力鑽研的目標 這裡會幻視報導